这几天有不少地方都举办了万圣节相关的狂欢活动 台北市一名男子喝得太醉 在新一区知名的百货失控 狂打安管人员 当时一旁的目击民众全吓坏 而影片被po上网 网友也直呼 这是万圣节要变装不是变呛 而另外发生的还有在新北市 有一名男子戴上面具 扮成电影当中的杀人魔角色 参加万圣节的活动 但是他的手上道具刀做得实在是太逼真了 把路人吓到报警 警方赶来现场发现是乌龙一场 电梯口外一名刺青落上身 男子喝醉酒情绪超失控 狂吹猛打安管人员 男子身材壮硕力气实在太大 三名安管人员同时上前压都压不住 赶快拿无线对讲机呼叫支援 火爆冲突让一旁目击民众看傻眼 过程中还一度掉出板手 有人赶快把他踢开 就怕被男子当成商人武器 最难闹事就发生在29号凌晨2点多 台北信义区白货公司 这名喝到鸣鼎大醉的男子 搭电梯时疑似撞到安管人员 对方表示别靠他那么近 男子不满爆发口角 没想到出了电梯就吵安管人员挥拳攻击 其中一名安管人员下巴还被打伤 警方到场男子依然超失控 影片被扑上网让网友直呼 万圣节变装不是变腔 万圣节玩过头的还发生在新北市 男子戴上面具扮成杀人魔 准备参加万圣节活动 只不过手上这配件 就是这把玩具刀上头还有假的写字 实在做得太逼真 若人看到以为是危险分子立刻报警 警方到场了解确认刀子指示道具 没有杀伤力 结束这场万圣节惊魂祭 记得台北新北综合报道